一樣,and什麼?我要把它乘上 所以串結一個乘,and再加上個raw 所以這邊的話,第二次加函數的話請你用前面這邊 然後也是找到其他函數 再找到檢視與參照這個類別,裡面找到raw 那我就是1乘上1 對應到哪裡?reference 也是一樣現在這個,所以按確定就可以,裡面是空白的 等於,所以and,and什麼?等於 這邊如果要加個等於and,再把什麼?兩個相乘 那兩個怎麼相乘比較快,就是直接把這兩個複製一下 Ctrl C,貼到後面來 然後這兩個要真的相乘,所以把串結符號把它刪掉 改成什麼?改成相乘,所以加上一個star就可以了 ok,這樣的話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有沒有,特別是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它會先抓到1乘上 乘,所以1乘上 1等於,串結一個等於,兩個相乘1 ok,那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其實後面都不用做了,也不用鎖定 因為呢,這個檢視它是抓絕對位置 抓那個,應該是,對,抓它現在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們直接按打勾之後 它會幫我做出第一個,一樣把它置裝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你會發現喔 因為你的列號增加,所以會變成什麼? 1,它還是第一籃,2變成第二列,等於相乘的結果 所以你往下,1到9 那如果你再向右的話 大概到6,7,8,9,ok 好,這樣的話一個就是,就出來了 ok,那為什麼 這麼快?其實實際上就是 它前面是抓它的籃號,所以1,這個到9 後面是抓它的列號,所以1到9 那最後相乘的結果,幫你把它計算出來 ok,這個是第二個 用什麼?用Current Current,跟那個Row,這兩個函數 幫我把這個Juzen file給做出來 那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可能難度就比較高 不過前面好像都有講過啦 只是說不知道各位熟不熟而已啦 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要花時間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要做做VPA 那VPA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當然有幾種做法 要不就是 我們仿造前面的公式 那幫它產生那個上面的1到9 這邊1到9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怎麼樣 希望快速的幫我怎麼樣 產生這中間的東西好了 那也許我這邊 乾脆再加一個框線好了 假設我今天要放在這裡面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要跑兩個回圈 我剛剛講那個 4I跟4J嘛 那中間的話輸出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4I在外面的話 它一定是這樣跑 先輸出這一格 再往右 輸出後面的 再換下一列 再換下一列 所以基本上可以套公式 4I等於第幾列呢 第2列到第10列 4J等於第2欄到第10欄 不過特別注意喔 那將來我要輸出的並不是2到10 而是1到9 所以這裡需要什麼 需要把I跟J喔 如果你是用I跟J來輸出結果的話 記得要把I跟J減1再輸出 OK 因為它現在從2到10嘛 那我是要1到9 所以寫出來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是有5行 就是回圈各兩行各兩行 那這邊的話一樣 Visual Basic 這個應該同學 前面應該有 應該只要印象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第一個先開啟 Visual Basic好了 然後呢記得先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 再來怎樣 也許你就再插入一個 程序 程序的名稱呢 也許我們叫 就叫99乘法表 然後呢再來就是 它是一個什麼 一個sub 因為將來我使用一個按鈕按下去 按確定 字太小一樣工具裡面的選項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好 那再來的話就怎麼樣 跑回圈 基本上我寫 這個VBA的習慣 其實都是直覺的 直接看著上面來做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一樣 跟前面一樣 For I 等於2到10 好 比如說我第2列到第10列 再打Enter 兩下NAS 再一個TAB鍵 再往內的話 就是For J 所以再來 J的話指的是藍 第2藍 所以第2